大家好,我是Kyoko 今天來到第四個星期 我們今天會找到第三十四個文型 它就是這一個 sai sai 前面是跟著這個名詞 或者是座詞 或者是人物的名詞 sai 它的意思是 甚至 或者是連什麼都 就表示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然後再類推其他事物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 譬如這麼簡單的東西你都不懂 或者是連小朋友都懂的東西你都不懂 的意思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譬如 大學生在那裡 こんな簡單的計算さえできないの 就是身為大學生 連這麼簡單的計算都不懂 有一點輕視的感覺 其實sai 就等於も 而で sai 就等於ても 但是這個文型的語氣會比較強烈 另外也有sai も 或者でさえ も的用法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也是sai 但是呢 後面跟一個sai ba 就是動詞mashing 不要masa 加sai 然後再跟sureba 或者しなけれba い的用詞 不要意味 加ku sai 加areba 或者なけれba na的用詞 加de 再跟sai 再跟sai 再加areba 或者なけれba 名詞 就這樣跟sai 或者後面跟各個詞類的白形就可以了 它的意思呢 是指要 什麼什麼 就什麼什麼 這樣的意思 即是呢 有了那個條件之後 沒有件事情就可以成立的 譬如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お金さえあねば しあわせになれると 考える人が多いようだ 似乎有很多人都認為 只要有錢就可以變得幸福了 那這裡呢 見到是這個名詞跟sai 然後後面跟著這個白形 那所以呢 就有指要什麼什麼 就什麼什麼的意思 那所以總括來說 sai的話呢 可以有甚至呢 或者什麼什麼 那麼簡單 你都不會啊 這樣的感覺 然後呢 如果後面跟著這個白形的話呢 就是只要什麼什麼 有什麼什麼的話呢 就可以什麼什麼了 因為這個白形是這個條件型的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了 那我們這樣記的話呢 這個文型都算幾容易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啦 我們明天再繼續找其他的文化 如果你想找生字卡的話 可以去IG啦 然後想看這個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啦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拜拜